西北市泰山区黎明里的步道花园 是里长率领志工自掏腰包栽种而成 花园里培育的上千株绣球花 目前正在盛开中相当的美丽 吸引了好多人来 就连晚上也有民众专程来边散步边赏花 位于泰山泰林路二段542项后方的黎明步道花园 是由里长张阳明率领内数十名志工 花费五年自掏腰包共同栽种而成 花园内所培育的绣球花正值盛开 数量多达上千株 步满步道两侧相当美丽 绣球花就是一个代表喜气新娘花 那它的生长的季节大概是就是这个时候 从五月底到六月的时候 大概有一个月的花期 所以非常欢迎我们所有的民众 来到我们这边来观赏我们的花卉 因为这边的花卉非常多元 不只是有绣球花 还有刚刚看得到的那个夏日葵花 泰山局长谢文翔表示 黎明步道花园的绣球花 每年五月中旬到六月底是绣球花盛开的季节 眼前所看到的成果都要归功于里长及志工们的努力付出 步道旁边还种植了许多太阳花 一多多盛开的比人脸还大相当美丽 九月份以后我还是会栽培一些小苗 用扦插的方式在花盆里面扦插 然后隔年到一二月的时候再把它种下去补上去那样 周大哥发现绣球花其实跟樱花它两种搭配在一起 是非常适合的 那所以说因为我们从那个时候 我们周大哥一手就是去去移植一些绣球花自己去慢慢的去育苗 去把它收到出来 这边的部分呢是比邻我们大科坑西旁 旁边又有国中 所以近来是非常幽静 大概整个步道呢也大概有一公里左右的长度 所以很适合我们在地或我们新北新庄泰山林口呢 五谷的周遭的里面呢一起来观赏花会 里长跟志工们以照顾自家后花园的心情来照顾里面步道 也使得这里的步道名闻侠儿 每年到了这个时间前来赏花的人潮络绎不绝 就连晚上也有人来此散步感受百花簇拥的浪漫 记者胡雨萱泰山采访报道